8月8日下午,一群猖狂的窃贼抢劫了格兰黛的The Americana at Brand购物中心的Eve St. Laurent品牌商店。 视频显示,下午5点前,多名深住深色衣服,戴着兜帽和口罩的人跑进高档购物中心的YSL商店,随后又迅速离开。 格兰黛警察局表示,至少有30人涉案,他们抢走了约30万元的商品。 现场至少有一名嫌犯被一名看起来是亚马逊送货司机的人拦住,但这名小偷最终逃脱并跳上一辆正在行驶的红色轿车逃跑。 购物者拍下了现场视频,至少有一个人告诉这名送货员不要与小偷扭打,因为不值得冒被逃跑的车辆撞到的风险。 货员 冬离iner,并且入宿货疾至可尽的条件方法。